明天就是行政長官選舉日 特首候選人唐英年 在中環去的競選辦總部 向傳媒表示 在過去幾天 他的對手企圖以謠言 動搖支持者對他的支持 唐英年形容 這些說法反映造謠者 對香港選舉制度一竅不通 我這兩天實在聽到很多謠言 前幾天就說我準備退選 散播這個謠言的人 我相信對於香港的選舉制度 是一竅不通的 這個時候我是不可以退選的 所以我也出了一個新聞稿 去澄清這一點 唐英年又說 今次選舉關乎香港未來 呼籲選委不要投白票 因為投白票 就等同支持倒退 和說一套做一套 他又說要維護香港的自由 法治、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 去希望選委能夠憑良心 繼續投票支持他 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 而今次選舉特首的候選人 還有梁振英和何俊仁 香港寬頻電視 記者鄭漢城報導 鄭漢城報導 鄭漢城報導